你曾听过任养一棵果树一年就有四季的水果可以吃吗? 一群中原大学的热血青年组成的新创团队活源行销 发想企业对企业的商业模式 为苗栗卓兰镇小农开拓蓝海市场 同时结合气管系所学的知识与精心设计的巧思 举办产地餐桌与甜品建议业合作等活动 提高在地水果的知名度与产品的附加价值 我们讲说果树认养季宝 就是它主要的产品与企业主要是以企业为主要目标客群 做企业社会责任的推广 我们认养一棵就是昨晚的林树 然后就会在也会在台湾种下一棵就是小树 然后延续就是永续还地的股份 塔基水果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那其实我们主要推的产品 或者是主要推的水果是新经理 但在助澜它会有不同季节和不同的水果 那包括葡萄、茂固、干、白香果、干等 那这三种水果我们会采用一个免费寄送的行程 那来人让我们在过所有的时候 我们会在这三个季节里面去免费寄送 各式排行的塔基水果到我们的消费者家中 那让它去尝尝看说我们有着澜其他水果 它的品质也是很不错的 有鉴于卓兰镇的地形限制与缺乏曝光 过去一年多来 火源团队除了拨认大树重小树的募资活动 也协助经营双联黎卓兰火源的社会企业品牌 透过架设网站、行销包装等方式推广 并开发新产品 使水果的样貌更加多元化 像是推出新鲜水果与精致甜点的绵密组合 成功打中年轻族群 不到半天就销售一空 这类不定期举行的快闪电活动 让末端的消费者有更多机会 接触到卓兰地区的水果 那卓兰火源的话 负责的对口是卓兰镇的闹会 那我们是针对整个大卓兰的小农 那这些小农能够透过这个卓兰火源这个平台 来销售他们的农产品 我们也曾经有去用卓兰火源这个形象 去办一个产体餐桌 那就是把外线市的人带到卓兰这个地方 然后用卓兰的水果去做出一些特色的料理 但包括可能是炒饭甚至是一些 呃 果汁 果汁 然后还有一些反正全部的菜 都是用当地水果的元素去制造出来 并且是现场制作 然后你也在现场的产地去进行平常 火源未来将秉持在地关怀 与环境永续的核心价值 打造观光市集和体验活动 吸引更多人看见卓兰的美 团队也期许能再次参加竞赛 精进创业想法并累积经验 接触潜在的客群及合作店家 目标成为正式的社会企业 将卓兰的成功案例落实到其他乡镇 持续注入活水来改善解决当地的困境 合伙达 绰盏 加端